有一个问题困扰火力军良久 为啥航母脱家带口累死累活都灌不上战略二字 而核潜艇独自出门吓唬吓唬人 就得到了战略武器的金字招牌 战略核潜艇一艘可灭国 十艘就可以重启地球 而航母战斗群总是挂在美国总统的嘴边 两者都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那么航母战斗群PK战略核潜艇 谁能更胜一筹呢 视频开始之前火力军要先给大家解个货 航母战斗群本来就有核潜艇 他俩为啥还能比较 其实核潜艇可以分成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 这俩完全是不同的物种 很多排行榜总是把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混为一谈 搞得人莫名其妙 攻击型核潜艇本质上是常规潜艇的升级版 都是嫌弃常规动力换气太凡 于是就改成了核动力 但作用和常规潜艇是一样的 干的都是反潜反舰之类的粗活 带的武器都是一些鱼雷啊 巡航导弹啊什么的 这些玩意儿的射程也就几百公里 所以这类潜艇 得和敌人面对面对冲 要是倒霉点 遇到具有完备反潜体系的敌人 不见得会是谁先被谁吓破胆 而对战略核潜艇来说 他可不会给航母打砸 你想想 隔着几千上万公里就能发动打击的战略核潜艇 他为什么要加入防御范围只有五百公里 攻击范围只有一千公里的航母战斗群呢 战略核潜艇作为一个法师 难道会想体验近身肉搏的快感吗 所以火力军比较的 是一个常规编组的航母战斗群 对一个能发射核弹头的战略核潜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潜艇和航空母舰就已经确立了 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 在这两种武器中航空母舰的崛起更令人频频侧目 航母作为常规武器霸主 是现代常规战中最大最强的作战平台 想想美海军的航母战斗群规模大 吨位高 设备先进 实力又远超其他国家总和 大有一统四大洋的豪横劲 那么美海军的航母战斗群是如何编组的 作战能力又有多强 一个完整的美海军航母战斗群 通常包括一艘航空母舰 一到两艘导弹巡洋舰 一艘护卫舰 二到三艘驱逐舰 两艘攻击核潜艇 一到三艘补给舰 这样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可以说战斗力非常强悍 足以打败任何一个中小国家的海空军 在美海军航母战斗群中 毫无疑问 航母及其舰载机是最重要的铁拳 担负海空突击任务 是无可争议的头牌主权 而其他舰艇则担负部分对空 对舰 对潜 和对海作战任务 主要是保护航母安全 能够覆盖广阔的作战区域 航母上的舰载机 ERC预警机 可在距离航母370公里的空域 连续巡航飞行6小时 预警机上的基载雷达 探测距离最大可以达到700公里 这样可以为舰队提供30分钟的预警时间 而舰载FA-18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可以达到600公里 从而使得航母战斗群的打击范围相当大 完全可以碾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军事力量 正是因为航母战斗群 具备如此强大的作战威力 即便不是真刀真枪的实战 那也可以进行威慑 是非常合适的大棒 那么航母战斗群有多厉害呢 很多人以为 航母的最大作用是提升我方编队的防御能力 特别是对空防御能力 可以靠战机来防御战机 免得处于劣势 这的确是航母的一个作用 但并不是最终的 航母的终极防御来自于进攻 俗话说 最好的防御就是把对方消灭在有能力还击之前 只是一般的军舰很难有这样的能力 而航母恰恰拥有先敌发现 先敌进攻的能力 航母上的预警机可以让航母的感知范围大大增加 而航母上的攻击机则可以让航母的攻击半径大大增加 从战机上发出的导弹 显然比直接从军舰上发出的导弹 能攻击更远的目标 比如俄罗斯 虽然拥有航母库兹涅佐夫号 但其思路仍然停留在以海至海的时代 甲板上的战机主要用于防控 而对海攻击靠的是库兹涅佐夫上 那12枚巨大的SSN-19花岗岩巡航导弹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库兹涅佐夫号和基洛夫巡洋舰 没有太大差别 即使拥有了预警机远程侦察机的支援 和巨大变态的花岗岩导弹 俄罗斯舰队也只能坐到600千米外发起攻击 而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就不同了 依托F-1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 携带鱼叉导弹 则可以从1000公里外发起进攻 这已经比俄罗斯舰队多出了足足400公里 400公里对于一个舰队而言 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 你即使30节航速狂飙 对方原地等你也需要7个多小时 这已经足够美海航母编队 发起N次打击了 这还是拥有重型远程超音速导弹的俄罗斯舰队 对于其他的舰队则更不用谈了 根本没有能力把航母战斗群纳入火力攻击范围 光说不练可不行 是罗子是马 还得牵出来溜溜 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 还要在实战中展现 比如西德拉湾海空战 这一战 美军的三个航母战斗群 在西德拉湾活动约36小时 总共出动各型作战飞机1546架次 发射鱼叉反舰导弹8枚 哈姆反辐射导弹4枚 以及实演激数炸弹多枚 击沉利比亚导弹艇4艘 造成立军150人伤亡 而美军无一伤亡 参战飞机和军舰毫发无损 充分显示了航母战斗群的强大作战能威力 而且这次海空战 美军出动的三艘航母 还都是常规动力航母 还不是核动力航母 战斗力就已经相当强悍 将在北非军事力量数一数二的利比亚 打得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如果换成核动力航母 那它的持续作战能力将会更强 舰载机数量更多 综合战斗力还要更上一个层次 如今美国海军的常规动力航母 已经全部退役 现役的轻一色都是核动力航母 舰载机也开始从三代机的F1-18 向四代机的F35过渡 航母战斗群的作战威力 自然也会进一步提升 火力军都能想象到 以后美海军出任务最低标准的 都是一个航母战斗群 想一想都好羡慕 航母战斗群虽然很强 但它顶多算是常规武器中的顶级武器 真正压箱底的宝贝 还得看战略核潜艇 而且航母这家伙最多是个核动力 有谁听说战略核航母的 没有吧 所以说一旦武器能被冠以战略二字 那都是动动手指就能灭国灭州的主 一定要小心对待 况且一个航母战斗群顶多威胁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中等的国家 但是战略核潜艇却能威胁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无论大小 甚至再狂一些都能威胁到整个地球 你说可怕不可怕 就比如一艘排水量2万吨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 搭载16枚三叉戟2D5LE型导弹 每枚导弹理论上携带12到14个核弹头 它可以悄无声息的在水下鬼鬼祟祟的行动100多天不换气 你想 在几亿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里 找一艘深浅海底的潜艇 这跟在足球场上找一根绣花针有什么区别 而且这家伙一旦下潜到400米以下 还能打开隐身外挂 寻找难度直线提高 所以那些没有战略核潜艇或是刚起步的国家 不要轻易招惹那些已经在这个水域深耕多年的军事大国了 别动不动就拿导弹发射井发射车胡乱炒作 真要搞事情 再有超过50%核弹头的战略核潜艇一下水 那你就只剩烧香念佛的份了 何况它还有好多艘吃不消的 对于战略核潜艇 我们要把它和攻击型核潜艇分清 视频前面我们也简单提了 虽然都带有一个盒子 但它们的地位却是天差地别 一个是给航母打杂 一个是航母给它打杂的资格都不够 攻击型核潜艇的盒指的不是武器 而是像航母一样使用的核动力 图的就是省心安全 免得动不动就要上浮换气 因为在整个上浮换气下潜过程中 要是被反潜组发现了一颗深水炸弹撂下 幸运的话 艇员们掉两三颗牙齿就过去了 不幸的话 大伙就一起顺海沉眠 也好有个伴 像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打头的就是攻击型核潜艇 带的家伙事 不外乎巡航导弹 鱼雷等这类低端武器 射程不过几百公里 顶多威胁威胁一个舰队 而像战略核潜艇 它不仅使用的是核动力 而且携带的武器是潜射弹道导弹 装有核弹头的那种 就单单射程就超过一万公里 所以战略核潜艇 才是每个国家最忌惮的死神 除此之外 隐蔽性也是威慑性的核心因素 在深海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 虽然战略核潜艇的精度 没有导弹发射井的精度高 但是战略核潜艇的生存率却很高 因为导弹发射井是固定的 谁家有多少 在什么位置 几大军事强国之间 彼此都心知肚明 另外 核武器如果不用来打击对方的核武器 而去轰击城市和平民 纯属脑子有坑 所以我的井瞄准你的井 你的井瞄准我的井 大家相视一笑 彼此彼此 航母和战略核舰艇的共同之处 是都可以发射核弹 一个靠舰载机 一个靠自己 但核战是不能轻言战断的 因为这玩意儿带来的后果太严重了 常规战顶多算是棍棒交加的群殴 但核弹就属于掏枪行为了 因为枪的威力太大 一枪就能毙命 所以尽管你我都有枪 但谁也不敢先掏出来 当然枪大 枪多 枪好 摆出来也是挺唬人的 也正因如此 核打击一上来 就会先把对方的核武库 尽可能的一扫而空 不让对方有还手之力 绝对不会有 先把对方的赌场炸了 试探一下对方反应的行为发生 而且挨打的那一方也会极力反击 所以核大战一旦开打 不会像常规战那样一拖几年 交战双方都想尽可能的 把自己的核弹一股脑 全砸在对方的核武库上 这也是核战的可怕之处 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地球 会实现一次人类大清洗 而战略核潜艇在这方面 比其他陆机空机的核反击 更有优势 假设现在某国挨了大炮炸 需要立马反击 那么航母 发射警 发射车 战略轰炸机 这些显然都靠不上 最利索最快捷的核反机 肯定是战略核潜艇 因为固体发射警 一般都是液体燃料火箭 从调度部队到灌注燃料 至少也要一小时到数小时不等 肯定指望不上 而发射车 不管是汽车还是火车 需要先行驶到可用于发射的地方 然后竖起导弹 再输入口令 经过一系列动作后才可以发射 这起码也得十分钟到半小时 战略轰炸机和航母就更别提了 像图九五 起码要飞好几个小时 才能到达目标上空 所以 只有战略核潜艇 才能单此重任 那战略核潜艇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成就的神位 自从纳粹德国把潜艇玩的出神入化 几乎要了大英帝国的老命后 二战一结束 各个国家都开始重视 这个可耻又可怕的海底幽灵 早期的潜艇没有命名 只有编好 因为在当时的交战国看来 这种鬼鬼祟祟 杀人与无声无息之间的武器 实在是战争道德极其败坏的表现 毫无歧视的荣耀可言 因此不配拥有名字 但在长达四年零八个月的大西洋争夺战中 同盟国和中立国被德军潜艇击沉的数量 约占到总数的70% 这样辉煌的战绩 让各参战国有目共睹 所以战后大家发展潜艇的热情空前高涨 最厉害的当然还是美国了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鹦鹉罗号1954年下水 1955年使用核动力 1958年完成了在冰层下穿越北极的行程 这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标志着从此以后 潜艇可以无限期的在水下航行 正因为潜艇的隐蔽性好 所以担负起了二次核打击和报复的重任 陆基目标太明显 容易被毁灭 空机要面对对方的防空火力 海基就基本没办法找到它 找不到它怎么打 无法防范呢 所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战略核潜艇 就算不得拥有无懈可击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中俄英美法都拥有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但头把交椅依旧是美国 它的海军实力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 冷战结束后 各国裁减核军备 英法已经把核威慑力量转移到战略核潜艇上 所以目前真正拥有 实战化三位一体核威慑核打击力量的国家 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那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战斗力有多强呢 美国对待战略核潜艇 那是比亲儿子还亲 一共部署了800枚核弹头 储存了1120枚核弹头 无论是部署量和储存量 潜艇都是陆基和空基的2到3倍 所以战略核潜艇在美国 整个五倍库里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且从2021年开始 美国就打算用第五代弹道导弹核潜艇 哥伦比亚籍去逐步替代 日渐老化的俄亥俄籍 哥伦比亚籍采用全寿期反应堆 就是说这反应堆可以一直用到潜艇报废 这样做的好处是中休期无需更换核燃料 大大提高潜艇载航率 保证核威慑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至于美国战略核潜艇的战斗力 火力军按俄亥俄级大概算了一下 美国一共18艘俄亥俄级 其中8艘丁防亚太地区 艇园为金色组和蓝色组 轮流巡航 以一个周期112天 其中77天在海上部署 35天在港维护 算下来98%的时间 都在海底做着随时毁灭世界的准备 俄亥俄级 主要携带当量10万吨的W76弹头和W88核弹 后者是目前美国最强最先进的轻弹头 小小的个头 其威力却达到惊人的47.5万吨TNT当量 是美军现役最强导弹用核弹头 俄亥俄级每次大修后 都会定期考核进行导弹发射 会将24枚三叉戟按标准流程操作一次 但实际发射出去的 只有很少的几枚不带弹头的实弹 从美国西海岸设向6400公里之外的夏威夷靶场 命中一个棒球场大小的场地才算合格 三叉戟的射程为1.2万公里 命中精度为90米 除此之外 美海军目前为止 已经有运行过6700座核反应堆的经验 目前在运行的96座核反应堆 主要集中在潜艇部队 从1960年开始执行核威慑巡航任务 至今都没有出过大问题 而2015年的宾夕法尼亚号 创造了连续长航140天的记录 而且这只是俄亥俄级的记录 不是整个美国海军的 除了可怕的稳定性 三叉戟的可靠性也令人吃惊 它在美国一直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发射成功率 美国战略核潜艇部队 人员和装备的可靠性 加上三叉戟的稳定性 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战斗力量 别给我说你有多勇敢 在先进的武器面前 人就是一堆会说话的碳水化和物霸了 一艘俄亥俄级的24枚导弹可以打击500万平方公里内的192个目标 如果18艘起射 那就可以覆盖全球 可怕的稳定性可观的数量 覆盖全球的打击范围 指哪打哪的打击精度 加上近乎隐身的隐蔽性 全天候24小时 有一千多颗核弹在大洋深处游荡 想想这股可以毁灭世界的力量 不眠不休的陪伴着我们在太阳下面喝咖啡 真是令人感慨 所以它和航母要是真的干一件 战略核潜艇的迎面比较大 躲在航母攻击范围外 就能发射导弹进行打击 但要和航母战斗群来一件 结果很有可能是两败俱伤 虽然战略核潜艇可以超远距离打击 但是航母战斗群也可以让自己的攻击型核潜艇 对战略核潜艇进行自杀式攻击 最后同归于尽 再加上航母战斗群更多的作用 一方面是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 夺取之后就可以预敌于国门之外 另外一方面是可以保护交通险 遏制敌方的运输 从而降低对方战争潜力 在不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 航母战斗群是很有用处的 而战略核潜艇的意义 更多的体现在核遏制 核威慑和核打击三大领域 大伙打嘴炮可以 可千万别动手 不然就真的世界和平了 好了 关于航母战斗群对战略核潜艇的事 火力军已经讲完了 其中肯定还有很多片面的地方 欢迎您前来指证 同时也欢迎您留下 对航母和战略核潜艇 谁的地位高的看法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 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